国立台东专科学校餐旅管理科和地方饭店业者合作 将饭店客房以1比1的规格 搬进了餐旅大楼实习客房 打造实境学习场域 继纳鲁湾大酒店之后 资本地区的富野集团旗下的富野和高野两间饭店 也在10月3号完成了进驻 未来将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学生相关的实物经验学习 饭店人员仔细教导同学该如何套枕头套 台东饭店业者富野集团 三日上午在台东专科学校餐旅管理科 举行了实习套房捐赠仪式 将集团旗下富野以及高野两间饭店中的房间型号 以1比1的方式搬进餐旅大楼的实习客房 打造如同在饭店一样的空间 增加学生的临场实物经验 富野集团表示 人才的培养相当的重要 希望经由实习客房的合作将观念带给学生 让学生到业界前就有相关的实物经验 提早与业界接轨 感谢台东专校给我们饭店业界这个机会 那我们饭店跟台东专校产学合作已经超过十年了 在这段时间里头台东专校就是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孩子 就是到我们业界去实习 甚至于就是在实习完以后就继续在饭店里头就职 我想在这个区块对我们业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刚好有这个机会 那饭店这边呢就是心里头想 既然我们是长期合作的产学 合作学校 那刚好这个机会让我们学生呢 就是还没到我们业界实习的部分 先让他们有一个 事前可以先做一个教育训练的机会 参旅科主任则说 目前已有三间实习客房进驻 其余空间也正在积极的与其他饭店进行接洽 未来也会与民宿业者合作 希望可以让学生学到更多方面的技巧以及知识 来充实自己 目前已经有三间套房了 对对对 总共是七间 对总共七间 那未来还有其他的饭店跟民宿都会陆续加入 我们现在还有跟哪些饭店做接洽 已经有跟柜田也跟路民 然后也跟Gaia做接洽 那民宿业我们还在讨论 那几家民宿业存活率比较高一点 我们再请他们来合作 因为我们现在的餐饮课 就是未来的方向 除了餐饮跟旅馆两大学程以外 我们还增加一个民宿经营管理学程 所以我们应该会至少让一家民宿业进入 有了新的实习客房 再加上与业者的共同合作 让学生在求学阶段 就能学习到在业界工作时的最新资讯 并提升相关的能力 也加深了对未来职场的认识 记者陈继琳台东市报导